中国大陆上海解封了 却出现了另外一场悲剧 原因是当局规定 必须要持有72小时的核酸 阴性证明 才能够进出公共场所 所以现在网络流传 说在上海 你的保持期还不如一块豆腐 你72小时豆腐还有五天 而在上海的民众 三天两头拼命要找裁剪站 重新来做一次核酸筛减 这让所有上海人都患了核酸焦虑症 谢谢维军 的确现在佛心的价格真的不多见了 好多都已经涨价 像是国民美食鸡排 不少店家一片鸡排卖到70块80块 比吃一个便当还要贵 而探究背后的原因 就是恶物战火带动了 全球原物料价格的飙涨 包含鸡汁的饲料 还有炸鸡排用的面粉小麦 统统喊涨 进入到了后一期时代 有没有发现生活方式 真的也改变了不少 就连像是尖编的摊商 都有提供行动支付 降低使用现金的机会 可以减少接触 达到防疫的效果 所以疫后的生活不太一样 无现金接触的时代也来临了 不过其实像在大陆北京 也已经早就进入了 无现金的时代 就连买菜都可以用手机来支付 后一期时代 大家的生活方式有改变 还有习惯上 像是已经习惯戴上了口罩 不过疫情之下 不少人担心你吃东西的时候 口罩还是一定要拿下 病毒可能会从鼻子这边进入 因此像是禁鼻罩 还有一般的鼻罩 在各国都掀起讨论 因为它只需要直接 照在你的鼻子上 还是可以照常的吃东西 喝东西 不过到底这个鼻罩 有没有防疫的功效 医师表示其实效果有限